嗯 好了 那么今天小狼还是给大家带来三目童子的这个另类视频 那么三目童子呢 这个全标杀怪无伤速通 这次的标题是这样的 但是呢 咱们这次的标题一定要冠上一个沉重的记号 小狼曾经说过啊 这个很多视频呢 都不是这个TAS软件制作的 那么尤其是小狼作为把关人的啊 确实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当然也就无所谓的啊 之前咱们这个做的星月 也就是全 这传说中的这个全图不杀这个怪 你什么叫不杀怪呢 就是能不杀的就不杀 你比如说关键的这个boss你肯定要杀啊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下呢啊 这个 呃 当时那个视频呢 因为小狼是通过这个平台 通过平台在线 不能说在线啊 应该说平台录像 平台录像呢 它就不像这个咱们所谓的TAS软件制作的视频 以及这个模拟模拟器上这种SL大法制作的视频 但是呢啊 咱们小狼为什么说犯了一点小错误 就是说有人用这个TAS软件 然后呢 进行这个进行编辑键盘记录 同时呢 在从这个这个咱们的这个平台里面输出这个录像文件 以导致啊 咱们最终呢 是这个有点被骗了 其实这是一个TAS软件打出来的 当然了 这个我也不敢百分之百啊 是这个形容是错的 那么很多人曾经举报过这个叫星月的朋友啊 说他是用这个TAS软件呢 用特殊的方法 造成了咱们的这个平台录像 呃 这个在下生成 生成了之后呢啊 就给人一种就好像不是 不是这种这个TAS软件制作的 咱们在这里呢 小狼也是没办法 包括上一部视频呢 这个小狼可能 因为小狼认为 个人认为 这个不是TAS软件啊 这个当然事实上呢 后来有很多人指证啊 这个在这里呢 怎么还是再郑重的到一下线 不过呢 毕竟啊 TAS软件呢 也是有一些丰富的智慧 不是说你光SL大法或者说把游戏调到你适当的这个时间 就可以直接通关的 所以说呢 这种这个就不包括快速啊 你比如咱们这次是速通无伤 然后这个这个全标傻怪 你这也需要一定的这个什么的 不能说技巧啊 需要一定的这个你的这个套路和想法 那比如说什么地方能节省时间 什么地方能够不打就跳过去 等等之类的东西 但事实上的啊 毕竟的作弊了可能就是作弊了 我不敢百分之百保证吧 这是咱们看这个论坛里面有很多人说啊 知道这个说是这个叫星月的 啊 这个叫星月的哥们啊 确实是用了这个软件特殊的方法 怀疑一下 同时呢啊 咱们都知道啊 踏死软件呢 很多解说都都说过 小狼呢 一直避讳这个呢 就是要用人脑真正的去玩游戏 但咱们这次的踏死软件呢 毕竟之前咱们上一步啊 承诺了给大家看这个全标 无伤杀 全标杀怪 然后无伤通关 咱们这一次呢 就破一个例 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踏死软件 啊 这个可能是啊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五是可能 踏死软件制作的这个东西 当然很多人问这个小狼要这个踏死软件 小狼是没有的啊 这个踏死软件是什么呢 其实大致上就是把游戏调到你适当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 把这个啊 这个把游戏调到适当的时间 然后呢 你可以无限的这个复活 咱们看第一关的boss 回身秒一下 然后呢 正好等到那个 等到那个补丁打到他 三眼补丁打到他之后呢 正好回身一踩 他这个踩的位置啊 非常的快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专门秒杀的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咱们这一次呢 也是 也是要说一下 毕竟虽然说是踏死软件啊 咱们还是要说一下名字叫星月 这个 但是咱们说一下啊 这个刚才还是那个话题 就是说关于这个踏死软件 小狼也只能说 大致上就是可以无限复活 你比如这个地方打的不好 你可以重新打 什么时候打好了为止 你再往后 往后来 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打 可以把游戏调成你选择的速度 比如说呢 可以把它调的很慢 你可以慢慢的玩 同时呢 你打到最后呢 你觉得 哎 最后呢 成型了 但是它还是一段一段的 它不可能你露出来说 哎 我这个不行 我重新打了 它不能把那个录进去 它怎么回事呢 它你完全打完了之后 把这个录像连到一起的这个键盘记录 记录下来 最后呢 生成一个文件 到时候呢 游戏重启之后呢 重新播放 它用这个键盘记录打 其实你想想 这种类型游戏 它没有这个可变化因素 它不像一些网游 它变化因素比较强 它是单机游戏 它这个有一些算法呢 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你怎么输入这个 这个键盘的记录呢 它都是这个传说的录像 就好比你看那个 这个英雄联盟啊 或者说是刀塔 或者说像那种魔兽 都是这个所谓的键盘记录 所以说它的文件很小 当然呢 咱们这个 它是转件的啊 实话实说呢 就作为一个游戏人 我觉得是有点可视 但有一些塔斯游戏 做的也不错 因为它呢 把一些高超的这个套路和技巧 那么融入到这个软件当中 毕竟呢 它追求的是 它虽然说追求的不是游戏 它追求呢 可能是一种那个艺术 这个游戏极限是什么 人脑打不到 你比如说有一些打飞机的游戏啊 确实人脑打不到 你像什么东方永夜超 像什么怒手领风 这些很多的打飞机游戏 你就再变态的高手啊 可能打到最难最难的难度 你可能真是反应速度啊 各方面你都不行 细微操都是不行 你只能用一些软件 来来来无限复活 就好比咱们看那个电影 你看那个明日边缘啊 你看那个明日边缘 就是那个啊 阿汤哥演的明日边缘 其实就无非 其实还是这种 fc的这种 只不是fc啊 就是塔斯软件 那种这种情况 看着看着看着 你刚才那种极限跳跃 这种极限跳跃呢 说实话呢 做一个高手成功力 也不不敢说 谁成功力达到50%以上 所以说呢 这个 以后的这个细节 也是很多的 但凡的你还要 而且你还要速度 你无事物也就算了 你还要速度 还要无伤 还要速通 有时候吧 你确实也需要 一定的这个 一定的这个 塔斯软件来辅助 咱们可以看到 这次打萝卜 然呢 还是选择 踩一个非常正确的位置上 扔过来之后呢 回身回马枪 往回跳 他那个大尾巴 正好是甩到了身后 然后这个时候 你往上一踩 利用这个 踩完之后 无限有伤害的 这个三叉戟 进行的这个传说中的 这个秒杀 当然秒杀 这个秒杀 我可是亲眼见过 这个秒杀 我亲眼见过 这个就是人脑 他就是可以 当然这个秒杀 其实它主要是一个套路 它并不是有多难 不信你们可以试一下 并不是有多难的 看看 看看啊 这边的是 第三关 那么讲塔斯呢 也是包括 其实塔斯软件 不仅仅在FC游戏上 有一定的噪音 你喜欢 比如说像 有很多人玩那个 超级马力 速通 有的时候呢 什么世界记录 其实有的就是塔斯 咱不可否认 也有一些现实中的高手 他可以造 打造出那种气氛 但是那不代表 他不能失误 所以说 你如果真是想破世界记录 你肯定需要塔斯 那没办法 包括像那些什么 全程 混动罗 全程开枪 破杀人呢 还有一些 你像那个玩 那个KF9 街机也可以 街机游戏也可以 像咱们用KW模拟器 他也有一些 这个RC 其实打的 你像包括那种 打变态连技的 你以为他百分之百都成功吗 其实也不是 有点慢慢打 有点慢慢调试 都是利用这种 这个SL大法呢 弄出来的 否则他不可能说 我能 我说打出来就打出来 那不可能的 这是很灯的 大家咱们可以看到 全标杀怪 咱们讲讲技术上的事呢 其实 无非就是 这个 一些技巧 他呢 是运用了一些 一些这个理论上的技巧 而不是说这个 真的是全靠说 其实你要说 TAS的话 无伤 以及这个 无伤 以及这个速通 可能稍微的 这个速通可能就垃圾了 就无伤 TAS软件 是非常简单的 就咱们普通万家也一样 你只不过就是 对吧 你只要费血了 你就重新回来 直到不费血为止 很简单 但无伤 这个秒杀 然后全标杀怪 加上速通 有时候你比如说 什么地方 你怎么 你比如说像刚才 那个极限跳跃 你如果直接那么 按照他设定的那么跳 那你肯定是慢的 所以说你速通 肯定就需要 TAS软件 这是必须 需要一些技巧 不能说TAS软件 需要一些技巧 你光有TAS软件 也不可以 你比如说你有TAS软件 你按照正常的方式 去跳过去 那等于扯蛋 等于扯蛋 当然咱们可以看到 这边呢 是连续的极限跳跃 这个地方挺难的 很多那种 对于跳跃型的 这个玩家来说 刚才是一个 非常有难点的地方 好了 当然 咱们还是 咱们尽管是欣赏一下 TAS软件的 咱们还是要欣赏一下 这个音乐 其实这款游戏呢 讲讲啊 你们可以把这个 现在这部小狼解说呢 当成一个什么呢 当成一个传说中的 这个欣赏视频啊 就当成一个欣赏视频 来讲好了 反正呢 也是追求速度 追求一些 这个极限的东西 咱们呢 把它当成一个 艺术电影来看 它并不是真事啊 当然咱们可以看到 这个第三关的柱子 这个大树格 也是要弹起来 再再一踩 然后你走就行了 这样的话 石头撞到了这个之后 这个眼睛一张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 其实秒杀的啊 作为一款 这个可以秒杀 BOSS的游戏 我觉得三不同子啊 是非常给力的 那么今后呢 小狼很可能会给大家 做一个非常有趣的视频 什么视频呢 就说这个 纪念咱们童年的FC游戏 什么意思啊 这个当时我记得 我小时候 我家里有一盘死带 有一个双女龙三 然后四合一啊 双女龙三 然后呢 三不同子 然后加一个这个热血足球 还有一个呢 就古巴战士 当时那盘带啊 就疯了 你就疯了啊 反正呢 虽然说那把那个带呢 是我当时我一个朋友啊 这个 这个家里搬家了 然后后来把那个带给我了 我就没缓回 虽然说是赖来的了 但是呢 确实后来也是我的 其实那时候买 买一个带啊 买一个那个磁带 感觉不比什么游戏机 不比什么游戏机 这个便宜 游戏机 可能咱说话说 三四百块钱 哎 那一盘带咱说 也有两百块钱呢 啊 尤其那种 包括那个中后期 你但凡你记住啊 那种什么 一千合一 多几百合一 哪怕是什么 哪怕 你就记住 但凡是十合一以上的 他就不怎么支钱了 啊 尤其是那种重复的游戏 或者说那种 老一派的游戏 什么混沌罗呀 超级马力呀 小蜜蜂啊 啊 什么各种 摩托啦 像那种什么 什么F1赛车 像这种那些游戏 你可能看起来啊 觉得好像 哎 这个这个 一个游戏 其实这种游戏呢 不是很好玩 而且游戏的大小呢 也是非常登 当然咱们可以看到的 如果你像你用的 什么三不同体啊 古巴战士啊 啊 有个双尼龙啊 啊 等等的游戏 你包括像后来 还有那种什么 什么那种 带那个记忆卡的游戏 比如像什么 呃 这个咱们重装机兵 梦幻模拟战啊 包括什么三国系列的啊 还有一些 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这包括有一些 这个特特定的 什么热血系列的体育啊 热血全全面套 什么热血物语啊 热血足球篮球啊 热血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新纪录啊 之类的啊 比如说什么跑步 铁人三项啊 各种画面的东西 反正这种类型的游戏吧 啊我实话是说确实是呢 也是这个啊 确实也是这个 比较呃 这个这个比较比较吃虾嘛 比较吃虾 当然三不同此这款游戏呢 我个人觉得当时也是蛮吃虾的 因为这款游戏 他他感觉就好比像 RPG游戏的这个始祖一样啊 这个什么 不能说始祖 反正你看他有武器啊 虽然说没有等级 但是他有武器有子弹啊 然后有特殊特殊武器 有这个三卡机 而且呢还有一些隐藏的隐藏的地方 比如说金币啊 金钱系统有隐藏的这个大机 啊都是非常给力的啊 咱们看看第四关是传说中的 这个传说中的这个优灵船 这关的最后呢 是一个小小蜜蜂的这个飞虫 这个小蜜蜂的飞虫呢 最终是变成一个幽灵 这个地方的地图啊 不要以为这个地方简单 其实这个地图呢 你看啊 他有很多的地方呢 你你跳上来的话呢 你如果一个不小心 这个站的时间过长了 他就会把你直接送上去 顶上那个刺 他可不是说扎你一下 你就费一滴血 他直接可以把你扎死 你想想啊 你懂的啊 所以说就是这个节奏 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的慢慢往前走 你看他他这种情况下 每一个走的位置 你只要一直拉前 他就不会被打到 这个呢 不仅仅是这个玩的时间非常长 而且呢 就是塔斯软件 一种体现 有的时候 该往后 彻底部的时候 就彻底部 他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了 就好比你看那个先知一样 其实你包括你像明日编 编缘 还有那个 尼古拉斯凯奇 演的那个先知 就是那个 可以倒回到几分钟之前 啊 但是那个电影 说实话呢 也算比较烂啊 也就是漏洞也摆出 但是他理论是一样的 其实跟咱们SL大法 我估计啊 我感觉好像 我不知道这些拍电影的人 是不是写小说的 把这个咱们电脑里面 这个SL大法做起来了 啊 我个人觉得也可以 其实咱们要说啊 说点这个 说一点 咱们这个 这个跟这个 跟跟想象有关的这个事情 你比如说咱们制作一个游戏 咱们可以让游戏里面的人物呢 无限循环 那咱们真实的世界 到底可不可以无限循环呢 可不可以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这个无限的走下去啊 咱们不太清楚 啊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 一比如咱们现在 假设咱们现在死亡了 死亡了之后 没惹是重生 没惹咱们 比如现在死亡了之后 你突然你又穿越了啊 直接穿越回到什么 什么这个 什么旧社会啊 或者说到未来啊 这虽然都没准啊 都没准 或者说你当你醒来之后 你才想 哦 这是想梦 或者说你醒完之后 这个游戏真好玩 体验人生 啊 当然咱们这个 说这玩意都挺扯啊 咱们就当这个 开个玩笑嘛 做这个 TAS游戏呢 其实 怎么说啊 这个 真正铁杆的游戏玩家呢 我建议咱们大家伙 不要支持这样的玩法 不要支持这个 所谓的这个 为了突破极限 这个游戏游戏嘛 咱们游戏跟玩 是要加在一起的 玩游戏玩游戏 你如果不玩的话 对吧 你要是真说 用这种方式去去 去去整这个 我感觉真是没啥意义 当然了 在艺术角度上 我觉得 游戏跟艺术 可能也是两码事 但是艺术和游戏呢 他俩相迭 其实玩游戏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艺术 不过你用这种纯艺术的方式 来表现游戏 可能就好比现在啊 这个拍电影一样 有的人呢 你看这个电影里面的人不着急 这不是 这个 这个应该说啊 这个 演电影的人不着急 看电影 看电影的人很着急 就觉得好像自己是他一样 当然这个事实上 这种 这种 这种就是都一样啊 非常非常狭隘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理论 但咱们先不扯啊 这也是最后一关 来自于三不同子 这一次呢 咱们不讲游戏 只讲那个 咱们小狼对这个 他自己的理解 以及一些看法吧 当然以后呢 不敢否认 小狼呢 在这个游戏的解说道路上 可能会这个 越来这个 越不能说专业吧 越来越 这个往深的走 那么目前为止呢 小狼呢 是一个专职的游戏解说 在过 过后几年的日子里呢 不知道游戏这个行业 会做成什么样子 但小 至少小狼认为呢 如果我是一个专业制作游戏解说的人 我一定要创新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个老牌的这个 传手老 这个小狼 这个所谓的老盘的老牌的这个游戏解说 当然不仅仅是FC 以后有什么新的游戏 乃至于网游 乃至于竞技 乃至于比较火的游戏 如果大家能支持我 能给一份小 给小狼一份人气的话 那么小狼就是 真正的能够成功的坐在 解说的这个 这个行业上越走越走越专业 越走越远 好 咱们可以看到 有的地方呢 因为咱们不能费血啊 所以说呢 必须要用这个一些东西 咱们也不开枪 就用这个飞镖来撇 当然这个开枪呢 你按 因为你要按住啊 没办法 你要按这个 你按住这个三下几的话 可能第一第一下要开 开点枪 否则 否则 它不能蓄力 好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也是有很多吸引你的地方 所以说 稍微有点难 咱们可以看到第二个 这个地方呢 你肯定冲不过去 你只能利用这个 好了 利用这个三下几 然后呢 他吐出了这个补丁 你也要快速的跳过去啊 好了 看看这个位置上 这个可以往上走有机 但是呢 咱们不要这么走啊 咱们只需要这个 咱们只需要往右边一走的话呢 就直接过到这个关底的地方就可以了 因为毕竟的啊 这个最后一关呢 是有三个地图 第三个地图走过去 之后呢 一个超级电梯 然后来打两个终极帽子 但是实际上呢 看起来也是这么回事儿 好的 呃 钻过来 回身再撇 直接直接把这个绳跳过去啊 不管呢 好的 看看这边又是一个呃 第二关的关底 第二关这个关底呢 其实不是第二关的关底啊 就是这个第二个小地图的关底 他每一个地图呢 都是这个 有后面有这个激光 这个激光了 你可以把它打碎 但这个激光的啊 你可以选择把它打碎 也可以选择 比如像咱们这种 这个 这个 你发现把它秒了就可以了吗 啊 秒他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越往后 他越赖 越往后的话呢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后面这个激光速度越快 所以说呢 越往后 可能表面上是越来越难 其实啊 你也没什么难的啊 你只能理解为什么 你只能理解为 就是他 他血多了 然后呢 你呢 这个秒杀了 那只要时间够就可以 咱们可以看到 这个眼镜蛇 只能用镖杀死他啊 哎 你说眼镜蛇 他没有 他没有脚 他落落下来 之后 那尾巴吹着地啊 感觉怪怪的 好了 这个地图呢 又是开始让你 怕你碰头 又是一个 怕你碰头的节奏 好 你看跳的位很极限 直接跳过去 好的 往上升到 非常合理的位置 再往右一边 一跳之后呢 就直接可以了 然后这边升 升空也不要 不往上升 什么特殊的东西 咱也不要 然后咱们直接 就是选择这个过关 反正也是速通吧 你们知道的 这个地方呢 咱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你必须要一个 一个三叉戟 然后大弹跳跳过去 否则呢 你可能会掉下去 你们都你们都懂的 好的 摔过来 回身第二次 撇 好的 扔过来 再踩 可以看到啊 他到一半 刚刚过一点的时候 还是被秒杀掉 尽管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还是碰不到你 其实碰到你也无所谓 后面那个激光 你可以用子弹打碎 当然咱们为了秒杀啊 这个肯定是非常专业 看看现在这边是 一个超级的升空电梯 如果新鲜的朋友可以查啊 升上去了将近这个四十多梯啊 四十多个 扔扔扔扔扔扔扔 好的 升上去之后呢 怎么可以看到啊 升到了这个 升到了最终的地图之间啊 空中这个云彩啊 咔哈 一顿电视雷鸣 这个哥们有点像那种饭店啊 你不知道现在有有饭店 饭店呢 依然有一些什么招财 招财猫啊 或者说一些这个大白菜啊 乌龟之类的啊 也有这种类型的东西 长得像蛤蟆似的啊 喷火蛤蟆 好的 咱们直接选择秒 摔完之后呢 再撇到一个位置上 一踩 哎 他抱了之后呢 直接那个位置上 就是那个穿上中的三眼大童子 然后 然后啊 K.O 肚子疼 肚子疼 肚子疼啊 这个最后一亩肚子 最后爆了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最终的是 这个十九分钟啊 不到三十秒钟时间 之前呢 是十八秒钟了啊 咱们都 这个十八分钟多 其实这个反正你用标傻怪嘛 咱们也就是这么理解 但是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呢 毕竟呢 TAS软件啊 这个 实话说也不能算是那么可使吧 咱们这次做呢 就是给大家表演一下 什么叫这个极限 其实小狼有的时候 也经常看一些TAS的视频 全身开枪 全身开枪不差人呢 这个包括像什么双军龙 急速通关的啊 这种类型的视频都看 所以说有时候没办法 那当然我们这次的视频呢 就做到这儿暂时为止 希望大家和大家继续支持小狼解说 咱们下期再见